接下來我們兒子走到廚師 廚師鄉公司日子也基拜無法母親標榮華東 現場提前禮品來表達對媽媽的感謝 鄉中蘇偉俊又跟廚師媽媽 共同選擇提供空氣污染 讓華東在今天環保愛鄉土醫生 廚師鄉中蘇偉俊提出的時候說到 母親就應該是要讓媽媽開心的日子 但是將化空氣污染的問題沒辦法解決 媽媽是要如何真正高興 希望政府帶來解決空氣污染的問題 讓媽媽放心 高興 我代表全天下的子女 祝福全天下的母親 母親節快樂 長期以來我們信息收到台中火力發電廠 以及中榮鋼鐵這邊的空氣的品質非常不好 國家的政策要發展我們綠能 那麼綠能產業是世界的潮流 未來的趨勢 不管是以後的大公司小公司 他們也都非常講究的綠能 那麼綠能產業如果可能 以後的不管大公司或小公司 他們也會標榜一定要綠能 他們才會來我們 我們彰化這邊投資 那麼有關於說過去有一些大公司 他們本來也是想要到我們彰化這邊投資 那是因為我們綠能還沒發展起來 所以他後來又轉投資到別的國家 那麼對於綠能我也非常支持 因為這不只是可以減少空氣的汙染 那麼對於我們未來的產業發展 有都非常非常的有利都會幫助很多 不管以後會帶動我們地方的產業 也提升不少我們在地的就業機會 這是我覺得非常對地方能夠 有很大發展的一個潛力 政府今年來大力推動熱電 沒有汙染的離開風電 不可以有好改善空氣汙染 可讓政家在地就業機會 這會連動政體上官三亞發展 讓中華第一條世界的交流 這個離岸風力發電是一個比較乾淨的人員 我們對我們三條世界來說可以解決 前一條空氣的第一步 我們三條世界的辦法 我們中華圓海一邊可以讓它空氣更好 相對也可以說 還創作我們在地主地的就業機會 還有一些 也可以說人才不用外流 不用北漂或是到其他地方去就業 這對我們地方也是很好的改變 決定的就是有經費就是要做 算是比較盡力 在我們中華圓海中 空氣汙染也非常嚴重 這個空氣汙染不但會造成我們的主地 甚至爸爸媽媽可能身體健康 推動這個利能 其實不是只要解決這個 主要空氣汙染的問題 甚至包括社會福利 包括教育 包括一些文化 都可以協助來配合來做 重點 最近 去年已經有和我們中華建國國際大學 有建制合作 將來一二年 一二三年 在我們中華 十四年 會提供契約金 來國外修圓 我們在在地裁港 綠能的開發商 可以來做就對了 要來帶動我們地方 大家共同 共創雙贏 這樣 媽媽在北洋台海中 雖然感受到 四世穩心的關懷 但對中華空氣品質不好 有所多的健康危險 媽媽的面相 也會擁有一點的歡樂 卡蘇政府 關鍵可以 改善公務的風電運動 並且讓四世 可以免得離鄉北京 不得跟媽媽的心情就比較好囉 新春華新聞 李明洪順座 蔡宏 報道 好 好